新屋入伙,看看二手单位的质素 单位在元朗彩业亭,面积460呎,两房间隔 上手装修过单位,新马家见到内拢企理 可以省一笔装修费,所以买入 单位表面新正,不过检查后 就发现天花及部分的墙身,油漆松脱,需要重造 位于元朗旧区的彩业亭,由新鸿基地产和新世界合作发展,楼零12年 属于中低密度住宅,有14座,提供1600多个单位 今次看的单位在16座中层D室,建筑面积609呎,实用面积460呎,两房 新业主建单位内拢新正,加上上手叫价合理,最近已约摸390万买入 不过有没有其他隐藏问题,就要检查清楚 天花油些小列文,敲一下,听一下声 中志刚说,越深层的问题,响声越大,虽然油漆松脱,没有石屎摩落那么严重,但也见到这些问题 中志刚说,越深层的问题,响声越大,虽然油漆松脱,没有石屎摩落那么严重,但也见到这些问题 我建议收拾好它,又提醒业主可以在油漆师傅完成铲底之后再敲一下,听下还有没有响声才再上油漆 睡房长身补起,同样最好铲底油,再重新做过 不少人买二手楼,最担心的就是有流水问题 我们帮业主检查过窗框,有部分外框尼纳,浸胶老化,建议修补 浴室浴缸边的瓷砖表面体没问题,但实际上 有不少地方空心,中志刚说要做过防水层和浴缸,避免漏水 如果预算有限,不想大汁,最起码要补一些垃圾 和在瓷砖表面浴上防水油 初步看厨房没有流水的问题 新买家可以自己试试水制运作正不正常 方法很简单,在开水之后试试扭实个水制 水制扭不实,当然要找人弄好 由于这款是外路的水制,要换过也不难 除了检查窗框外墙之外,还要看外面外路的喉管 中志刚发现,冷气机后出面的保温胶 博口位断开了,估计是用耐了物料收缩所致 冷气后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本身那条冷气后是很冷的 如果你没有包住它的话,就会有倒汗水 那倒汗水多上有机会滴下去 另外如果你不包住它,其实会比较浪费 其实因为冷气后一直保持冷 你包住它,它够冷 它已经是一直在制冷 但是你一直外露了这个冷气后 那些温度又让它变暖 要拿多一点电力去令它继续冷一点 中志刚说可以找冷气师傅来看看 可不可以伸手出去重新搏过 如果位置上较难做到,需要搭盘来做的话 就要再考虑 因为可能涉及过万元 直接换个部冷气机可能更化算些